下个学年,不获准开办小一的黄大仙县主会普仁小学有家长请愿 要求教育局给学校重新参加派位 普仁小学十几个家长和学生到落赴一间中学 想同来这里出席活动的教育局局长蔡若廉会面 并且递交请愿讯 不过蔡若廉并未停下 有教育局代表想代收请愿讯 但家长拒绝,要求局长直接对话 据了解,普仁小学申请特别试学大秘拒 最快2026至27学年停办 有家长说近日收到局方信函和电话 要求子女转读其他学校 我总共有三个小朋友已经就读建主会普仁小学 分别是一年级,三年级和四年级 原本今年九月我都安排了一个小朋友 将会入读建主会普仁小学 但突然间就收到说 因为差一这个数字 所以就失效了 我就想问了,有没有顾及过家长 我怎样送回学 就是很希望教育局可以给一个公平的对待 给献主会普仁小学 你譬如一年过渡期 又或者你可以着情 我不希望你是一刀切 到这里了 到这里了 到这里了